台湾到处都充满着美景和人文特色 而为了推广这些地方景点拼观光 经济布市特别和旅游业者合作 推出了十条的观光路线 包含了北投禅峰 台中新设古堡 花莲六十淡山小瑞士美景 北中南东之外 还有离岛澎湖 要让民众有个休闲的好去处 也要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在梳妆内高饼师傅忙着制作传统糕点 或这可不是一般店面 而是位在桃园扬眉 台湾第一座还结合了参观 推广功能的高饼博物馆 而其实台湾特色之美还不仅如此 传奇传统时尚艺 流美古风也诠释出台湾在地之美 今年一共推出十条地方特色路线 最北由基隆港都的山海美景 而到了北投则是泡泡温泉 走蝉蜂易径 往南走台中大坑的新设古堡 赛德克巴莱固设起源物设 也通通名列其中 而除了台湾本岛 离岛同湖这一次也在十大景点的新城当中 除了让全民有个更好的休闲技术之外 最重要是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全台湾北中南东 甚至离岛地区都有旅游行程 这次一共推出十条特色路线 而且经济部还特别和旅行社合作 让民众可以更加方便到各地游玩 体验台湾的地方之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